保安 保安 沈欣雅 这个是你自己找出的门来的 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警告你 最好别对我东西东西 我可不是你能惹得起的人 哟 这傻子在马鞋的台词啊 还觉得有模有样的 那你倒是收拾我 你是谁 我怎么就惹不起了 我可是沈氏集团掌权人沈总 我看你不仅是个傻子 你还是个疯子吧 还是惹人总 你可不说自己是王府娘娘 赵警长 来得正好 你不把这个傻子赶出去 这你好好教训他一番 让他知道 我对我赵小彤 可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警告你们 最好别对我动手 否则我让你们饭碗不饱 哟 一个傻子的话 谁敢拦戵啊 动手 谁 放开我 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给我强队 这傻子 赶个老娘巧男人 看我不打死你 赵小彤 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哟 还敢直呼我名字 住手 住手 刘秘书 你怎么来了 我正在教兴这个偷偷溜进来的傻子呢 愣着干嘛 还不赶紧把这个傻子赶出去 真是晦气 别葬了我们刘哥的眼 不看该丢出这个人是你 刘哥 你干嘛不要留个傻子打我 通知一下 即刻开始算 你们 你们现在就给我把这个女人丢出集团 你认识 刘秘书 刘哥 你不能开除我 我爸可是盘总 属下来晚请沈总得罢 请沈总得罢 刘秘书 这三年 认识集团协议已经起 你功不可没 辛苦了 沈总 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行了 多起来吧 刘秘书 跟我去当半年起 我有事情来带来给你 是 最近我老公 萧生旋的公司出了几个问题 我希望你帮我解决到这个麻烦 对呀 你准备一个酒会 在酒会上 把我们省市集团最好的项目 给萧千旋 顺便帮他找些优秀的老板 是沈总 不过沈总 您打算以真实身份式人吗 要以真实身份式人吗 这事不急 再等一些时日 我现在 只想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 留在千旬身边 守护千旬 对了 这段时间你继续帮我打理公司 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 知道了沈总 那我先去安排酒会了 对了 打个电话给赵潘明 女儿在外面嚣张跋扈 抢别人的老公 这个作罢的居然做事不管 必须给他个警告 管好自己的女 是 赵总 现在您还真是威风啊 是 你是沈总 是我 赵总 我话只说一遍 管好自己的女儿 否则你但是继续的股份 还有职位都别享有 还有 你的女儿已经被我开除了 以后别再来招惹我 开除 这小丛 到底就是 爸 你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表面说需要为一个傻子把我开除了 你真的被开除了 爸 你叫我好好教信一下那个傻子 不能按我排球工作 屁股 爸 你怎么也打我 爸你是不是糊涂了 你为什么要打我 混东西 我现在是这是上次的时期 你怕那女孩子了 爸 你说什么也没做呀 我工作牛了 还没一个傻子欺负 你不还没我就算了 别体验欺负我 我不活了 女儿 娶娶一个傻子 你在外面有的是机会教室 你何苦在审视集团惹事身份 行了 既然被开除了 刚好审视集团举办酒会 我这儿有声邀请函 你去他你有酒会 向他们好好学学 千万别再给我惹事怎么乱的啊 实际啊 你这个贱人 你个傻子 也敢跟我抢千群 让我拿到审视合同 千群 实在是我的 哎呀哎呀 儿子 你快看看 咱们家既然也能拿到这个审视集团的邀请函 待会儿一定要把我的精神点 说不定就遇到贵人了 公司危机啊 也就解除了 妈 那就借你几言了 哎 不是这老公 西娅也想去 去什么去 你个傻子 别捣乱 不是这老公 西娅也想去 西娅也想去 西娅想吃准备上的蛋糕 还好的好吃的 你就让亲爱去妈 好好带你去带你去 好呀好呀 那我现在去换漂亮蜆子 哎我说千群啊 你带一个傻子去干嘛 他能给你干嘛 万一他给你丢人 万一他给你丢人 你可怎么办呢 哎呀妈 放心吧 不会的 青雅现在懂事不少 又我看着他呢 怕啊 刘密书 一会儿我跟我老公一起去 酒会的事 你给我主持 一会儿看我眼色行事 别暴露我身份 是沈总 喂 阿姨 我一定会把千群 在酒会好好表现的 省天啊 你傻子 我会看着他 不让他捣乱的 哎呀呀 那阿姨就放心了 我相信啊 千群早晚会看到你的好 我也相信 我常常赵大千金 不比不过你傻子 千群你终于来了 等你好久了 我们进去吧走 哎 臭臭臭 后来还是没长记性 后来还是没长记性 我还要啊 你开心 你怎么来这么晚啊 你还能因为什么啊 小千群 你可真是好病 有赵大小姐这么一个大美人 天天委任你转 哎肖青巡 你身後跟著的 真是沈青雅那個傻子吧 傻子嘛 就是和這場的舞台一樣 一眼睛看得出來 來沈青雅過來 給我辦個節目 我給你買堂食啊好啊 就跳脫衣舞怎麼樣 這個好宋鏘還是你小子會玩 沈青雅趕緊的 表演 你們怎麼這麼過分 肖青巡 這可是省市集團的酒會 我爸可是公司股東 我讓他弄一個節目 怎麼了 就是肖青巡 你可別為了個傻子 惹了不該惹的人啊 肖青巡 你可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現在公司面臨溫期 在場都是一個人不公平 讓你那個傻子老婆 為我們偷的婚禮 那都是海區裡面 別不是好感 別不是好感 天群 青雅就是個傻子 他又不知道什麼事丟人了 你就當給大家掃聲樂子的 他們一開心 向我們就損你挑了吧 來沈青雅 給我表演一個節目 脫一件衣服呢就給你一顆糖 不兩件我給你一個蛋糕哦 真的嗎真的嗎 真的給我糖到大溝嗎 回來回來 三一二 你敢偷我衣服 找什麼你幹什麼 這件衣服的事 但是你怎麼找他 我沒做過 你太讓我摸這個 你給我一張 我還要再給我一件 你支撒桑 你 傻子 幾乎我了 歡迎 歡迎回來了 你還沒活灘嗎 這 個騙子 地嘴臭傻子 你說你們幹嘛 親愛乖 美貓我給你買三桌子 你給你鬧了 哇先尋你 他那是個傻子 你為什麼對他這麼好啊 他害著小如丟進了臉面 你也叫做臉 他不獨自 那個小如身材是這個 神經啊我道歉 你怎麼會這樣 小如丟進了 其實走 小心水你是瞎了吧 要不是他脫我的衣服 我會走過 太郎是 你沒事 我打你 哎 你上了 我給你 你上了 你上了 好了小鈴 大家在看過了 多多了 算了 他要別再給我一顆什麼玩意的 對 請就走了 啊對了 哎 是不是前天在市场上流通的那个法国高定区 收藏意义的那个宝石吗 前天在市场上流通的那个法国高定区 收藏意义的那个宝石吗 哈哈 他能看得懂 不就是一个傻子的老公 那小公司的小老板 她能知道这个的价值 我看和傻子在一起待久了 她的脑子也威逼正常 小悟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了 我说错了吗 她不就是一个傻子的老公 当初肖千玄的婚礼 可是整个北城的笑话呢 还算是有点自知之明 这东西的价值啊 肯定在一千万网上 是不是想想 宋总的礼物确实漂亮 肖千玄 你呢 来参加神总的酒会 怎么什么都没准备吧 我的礼物就是千玄的礼物 小悟 你再去那里我就生气了 我 哎呀 你们姐妹怎么突然闹起别扭来了 哎有什么事你们自己解决吧 第一开始 宋总的更加厉害了 那当然 天使人你改吧 我给你把面子找回来 我给你把面子找回来 嗯 我给你把面子找回来